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大家早安 我是張若瑜 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動態 好 首先地面天氣圖可以告訴您 目前呢我們的梅雨封面逐漸在北台當中 封面的前緣這邊 是逐漸的是往日本方向延伸 而封面的尾端 會從華南與雲雨帶這邊的 華南雲雨區這邊逐漸的會在北台 所以在整個台灣的天氣過程中 今天一整天會是開始出現比較悶熱 不會像昨天一樣那麼潮濕 但水氣依舊是有的 在封面北台的過程中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水氣在我們台灣的附近 特別是北台灣跟西部地區 好 這兩個地方 今天依舊是會有一些短暫降雨的情形出現 另外一條來看到這邊是菲律賓的東方 這邊是有個低壓擾動 目前正在純水欲動 但有沒有可能會變成颱風呢 相當局表示這幾天要再觀察 但是機率不高 因為梅雨封面過後 梅雨季過後接下來就是颱風近了 典型的下氣氣候 在中午過後是會有明顯的雷震雨出現之外 未來也會開始出現颱風 而另外呢 除了有一些擾動之外 其實太平洋高壓未來會開始往東升 開始往東移之後呢 溫度上面也會變得比較高 所以從今天開始 溫度就開始變炎熱了 高溫會突破30度 好 接下來就要來更進一步了解今天天氣的指數 另外還有一些降雨的機會 好 來看到北部地區今天高溫來到了29跟30度 降雨機會70% 另外中部跟南部地區是29到31度的高溫 降雨機會依舊是有的 60%到70%都是有機會下雨 特別是在稍後以及午後都是會有一波熱對流產生 還有呢是東北部跟東部地區就要更留意了 是降雨機會60%到70% 同樣是有比較偏高的降雨機會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出門帶把傘 輕雨兩用都還蠻適合的 而在馬祖金門澎湖地區 同樣是70%到90%的降雨機會 高溫來到了27到30度左右 好 接下來就是天氣走勢的部分 從今天開始溫度會開始在攀升 特別是呢在封面球鑑北台的過程中 好 這個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局部都是會有一些短暫降雨的 中午您要出門可能想出去買個飯 那都要特別留意了 帶把傘以防會下雨 另外呢受到明天開始那個西南風的影響 這個西南部地區是迎風面 會有一波比較明顯的雨勢 但是呢午後是各地都會有一波雷陣雨的情形出現 好 從禮拜四到禮拜五 就真的是夏季典型的天氣形態了 各地午後容易會有雨之外 如果您在這個週末可能禮拜五晚上 就要出發前往南部地區想要去走走的話就要留意 南部地區跟東部地區在這個週末 從禮拜四到禮拜天是會有一波短暫降雨的 請觀眾朋友要多加留意 接下來就剛剛有提到了 今天溫度會攀升 紫外線指數也比昨天來的高 看到了這個紅色呢代表是過量等級 而長色是高量等級 好 今天越往南走紫外線都會越高 越往北走紫外線還好 但是如果您是站個半個小時 如果都是沒有下雨的情況下 會感覺比較悶熱 這溫度上攀升的話會感覺到 哇 有點頭暈目眩 要補充水分 並且注意防曬避免中暑了 好 南部地區 這個高雄跟屏東地區紫外線 目前是過量等級 好 明天全台呢會是過量的危險等級 所以可以開始做好一些夏天該有的準備了 不管是可能一些防曬小物啦 或是一些降溫的衣服 穿搭方面也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好 接下來呢 最後就要跟您講講一些小提醒小叮嚀了 封面線在北台過程中降雨逐漸趨緩 但是封面在北台過程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不過跟昨天比較起來 天氣好許多 理想許多 但是還是會有一波熱對流產生 特別是在今天的午後就要特別留意了 從明天開始溫度會再繼續往上飆 突破31度 所以這方面多加留意 好 明天剛剛有講到了 溫度再往上升 如果家裡是有小朋友 或者是銀髮族的話 就要特別幫他們注意一下 衣服要選比較透氣比較排汗的 避免中暑了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